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有一个星期没更新了 什么情况呢 是谷歌油管强迫我休息一个星期 可能看我这过去几年太辛苦了 一直不停的做节目 然后说老黑给你放一个星期的假 随便找个理由 你某个节目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给你分一个星期 好好休息吧 然后过去几天我确实是脑子放松一下 每天玩玩魔兽争霸的单机版 每天也怎么说日子平淡也很平淡 无聊也很无聊 你说煎熬也挺煎熬 反正就是一个星期没更新节目 总归来说是一个放松 有人问老黑你到底上上什么节目 导致频道被疯了 什么题材敏感什么题材不敏感 我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我就不往外说了 总之以后这种敏感的题材彩虹线的题材 我就是尽量不谈 谈的话可能一带而过 不发表自己的观点 引用一些官方媒体他们的描述 就可以了敏感话题不是说不可以碰 而是说风向 你怎么说 也不能说风向 就是你自己的观点少谈 谈公开的新闻就可以了 油管不是有一个现象吗 念新闻 就是磕磕巴巴的念 标题起好一点 照样有很多的流量 但是你要是非要说自己的观点呢 可能别人就不太爱听 昨天还有一个观众朋友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说老黑啊 几年前的节目你做的还行 但是现在的节目没法看了 其实很简单嘛 审美 不是审美疲劳了 视觉疲劳了 我不敢说我美啊 我也不敢说我帅 但是呢 你这么一张脸 你看时间长了吧 会疲劳的 所以说有时候吧 就想换一张脸看一下 哎 新出来某某某谁谁谁 你看着比较新鲜 你可能就是这样 呃 没有关系 都是这样吧 啊 就是说 时间长了吧 跟观众朋友吧 怎么说呢 基本上都是没见过面子 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批人啊 嘉乙丙丁啊 这些人 他们都是默默支持我的 就是看我的节目呢 成为生活的一个习惯吧 吃饭的时候呢 把这个节目一打开啊 听老黑在说什么 啊 我能够想到这么一个场景啊 不管说是睡觉之前 还是吃饭的时候 甚至说上厕所蹲坑的时候 是吧 把老哥的节目打开啊 啊 那在这里呢 因为这个频道不是封了一个星期吗 我不知道会不会对我的流量 产生比较致命的影响 如果说大家愿意帮助我的话呢 啊就是这期节目呀 你就在那看完吧 或者说多刷两遍吧 因为油管的推荐算法呢 就是说你这个视频 你这个玩播率很高啊 都看完了 而且还反复二刷三刷了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啊他就会把这个视频给默认为一个优秀的视频啊 会推荐给更多人看啊 你这个订阅量订阅十几万算个屁跟你说 订阅这十几万算个屁 屁都不定用啊 你订阅二十万 你还没有人家订阅几百的几千的观看量大呢 就观看 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视频呢 看的人能不能把它完整的看完啊 那么对于我们做实证来说 怎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视频完播率高呢 那还是你聊的这个话题 你有没有发出自己真正的观点啊 新闻归新闻 采热点归采热点 但是这个新闻发生之后 你是怎么去看待的啊 你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这才是大家是否啊 把你的视频二刷三刷看完之后 再转发这么一个关键 为什么有的时候啊 我自己的一些节目啊 怎么说呢 我自己确确实实是经过了很多思考 然后呢 我自己我都看二遍三遍 有时候我怕忘了吗 我自己我刷我自己的节目 我说这期节目啊 是少有的干货类硬菜类的节目啊 我看二遍三遍 然后进行一些思考 就跟做笔记一样啊 有时候你随口随性啊 这个思维啊 这个爆炸了啊 临时说这些话 可能事后你再看啊 原来我还这么就想过 现在呢已经到了2023年了啊 怎么说呢 这个世界呢 一天天再烂下去啊 具体是怎么去烂的呢 我不说不细说啊 都说了很多遍了啊 真的 如果说我们太纠结于那些做恶的坏人 他得不到惩罚的话呢 你可能啊 就是说人会慢慢慢慢变得抑郁啊 一定程度上呢 我觉得我现在我也有点抑郁啊 但是呢 我几乎每天都在试图的去调整自己 你怎样让自己啊 给自己找点乐子啊 让自己快乐一点啊 在国外呢 就是这一点啊 有点不好 就是说不像国内那么热闹啊 在国内的时候想去买包烟楼下啊 就埋布里边拿包烟 有时候没钱了啊 先设着 明天再给你钱啊 想去吃好吃了 周黑鸭 是吧 打个电话外面就送进来了啊 想喝酒了找个朋友啊 出来喝两杯吧 啃着鸭脖子 啃着丫头 我特别怀念二零五六年前的时候 在国内啊 跟朋友 在他的这个在二十几层的楼上啊 然后看着远处的山景 然后在阳台上 喝着啤酒 啃着周黑鸭 然后再扯着蛋啊 那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啊 在这里呢 就是说几乎没有啊 国外的生活环境 生存环境是完全两极分化的 有钱呢 那都是身价破亿隐形富豪 你根本就不知道 人家家里藏的钱 几千万的现金能让你知道是吧 那是有钱人 那是隐形富豪 穷人呢 啊 第一天去上班 第二天就要找老板 哎 能不能支给我100欧元 我这个没钱了啊 穷人都是说哎 真的你死都没人管了 哈哈 死都没人收拾了啊 就想到小时候吧 没成年的时候 父母兄弟他们都疼爱你 有时候你任性撒泼了 他们还让着你啊 小时候再小的时候 你你哭你闹 父母他还满足你 但是到了成年人的世界 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丛林法子的世界 就是说你的脾气社会不买账 你就是死在外面 没人给你收尸的 嗯 就是说作为一个成年人 看的这么一个世界 确实是比较残酷 而作为一个男人嘛 啊 就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啊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要承担很多的重担 忍受着很多的压力 然后忍受着很多的指责 好像在冰面上一直小心翼翼的前进 你不知道哪一脚踩中了这个冰破了 你就掉到冰窟窿里面 再也爬不上来了 我觉得这过去20年 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么过来的啊 啊 反正做油管呢 也是有幸认识一些朋友 有些的是见过面的 有些的是没见过面的 今天这期节目呢 也就是说不追热点啊 不聊不聊时政啊 就是2023年吧 啊 跟朋友们说点心里话 想到哪说到哪 嗯 当然了 像什么总结类的节目啊 我是发到小频道了 公民小黑的频道啊 然后2023年的这个什么 这个展望未来啊 还是2020年总结啊 2022年总结啊 我都发到小黑频道了啊 那这期节目呢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看 这期节目也是一个湿水的节目吧 然后从这期节目之后呢 这个频道就恢复正常更新了啊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啊 默默支持啊 心里感激啊 心里感激啊 抱着一个感人的心态 面对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 我希望我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保重身体啊 可能20岁30岁以内的 对于这句保重身体没有这种啊 就是说感觉啊 你说这话不疼不养的 其实你到了30岁之后 你觉得你自己的体能体力经历 思考能力已经不如20岁的时候 你会感觉身体健康这四个字 其实是无价的 好吧 还有就是希望有家庭的朋友能够 和家团圆吧 啊 也是一个新年寄语啊 在这里稍微再补补一下啊 家庭和睦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财富 家庭和睦好吧 那这期节目就先说这么多吧 啊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话 就放到以后的节目来说吧 啊 没订阅的订阅啊 订阅的转发扩散 哈哈哈小铃铛啊 那就像这样 那就像这样